今天我就用一些影片 给各位看到蛮明显 我们台湾处理精魂 它的一个历史的痕迹 进步的痕迹 接下来我们来用这个幻灯片 谈一些 一些过程 台湾精魂搁浅已处理 前面两个问题 搁浅是不是常见的现象 精魂为什么会搁浅 这很多人都喜欢问 是不是常见的现象呢 我想各位如果注意报纸 知道台湾多少还是有的 在全世界呢 事实上在全大英博物馆 他们1913年就开始建立这种搁浅网络 收集这所有的资料 因为我们博物馆一开始 其实就是想收集标本 一个博物馆最大的功能 收集生物的标本 得到后事做一些研究 那我当初刚开始傻傻的讲 动物系毕业的对不对 动物系的老师 我要讲的精魂他会有什么种 我一定要有标本 所以我也是单单纯的只是要收标本而已 好 那么从这个资料 其实已经很快20年 20年前就已经1万多只了 最近我也没有去追踪 我相信至少两倍以上 那么搁浅 那为什么搁浅呢 很多人都问 很多人说自杀 今天自杀了 一大块冲上来 老师主修动物行为 念了这么多动物行为 从来没有一个动物 就是人类一样 人类大脑太发达了 只要打劫就是自杀 最近最新 最红的新闻就是 鸿海富士康 对不对 看起来真好恐怖 到底宗教影响还真的不人道 还是有人在怂有 怎么那么勇敢 怎么一直跳下去 就在跳的自杀 其实有时候一念之间 各位同学 也会有一天你真的觉得 想活不下去 很痛苦的时候 去做一件最疯狂 最想做的事 爬山拉游泳 或者去疯狂 那个地方 疯狂玩一下 停一下 停一天 再想 是不是还要这样做 常常有时候是一念之间 当然我如果说 带你做这些 想想你父母 大概大家觉得 哇老师你真是无聊 很爽 年轻人很爽在想自己的 对 那如果你觉得 欸 想父母有用的话 就想 没有用你不要 也不用想 总之我个人觉得 当你觉得 活得很depressed的时候 去做一件你自己 一直很想做很快乐 或很想疯狂一下的事情 去感受一下生命的热度 好 那总之 成年了 我觉得只有人 大脑太发达 对自杀 所有的动物 它生下来的目的就是要活着 活着 活着为了更重要的目的是什么 以前我们读多讲公说什么 生命的意义在什么 创造宇宙积极的生命 已经觉得 哇成正直圈圈圆一样 其实现在变成生物变了半天 觉得它讲很有道理欸 你去看看所有生物 我们实验室都不是只有做精力 又有大动物又有小动物 如果有小动物生下来 生命很短 只有几个小时或只有一天 它要做的 如果只有一件事要做 各位想想看 你这生命里面 只有一件事要做的时候 你应该做什么 跳舞吗?唱歌吗? 如果你只要做一件事 你的生命就可以结束了 你会选择是什么 他说怎么还在下 啊? 这种是什么 绝对不是在教师上老师的课 对不对 就是讲公说的嘛 传宗接代 传宗接代很重要 那为了传宗接代 你要活下去 要活得很健康 所以呢 我还开玩笑 传宗接代是第一个F 对不对? 另外一个F就是feeding 你要拼命吃 要吃得很健康 所以呢 说穿了 所谓生命的意义 很多动物呢 一辈子主要绕着两个F在转 那这类似比较特别一点 所以这就是人类跟动物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各位要坐到这边 延后你的一个很重要的F 那今天为什么搁浅呢? 有很多理论 其实有20条以上 很多人都会写一些hyposts 很容易写很多 很难证明 那老师整理了一下 这差不多这十几种 算是比较常见 比较重要的 第一个也是跟演化有关 还记得 鸡豚的老祖宗是哪里的动物? 叫什么名字? 中爪兽 很好 中爪兽原来住在哪里? 住在地中海附近的陆地上 对不对? 他是原始的有蹄类 所以呢 他的祖宗是住在陆地上的 是他死的时候要返祖 要回到祖先住的地方 这个当然没有办法证明 当然也会乖乖的 明来很少讲 讲到很多是第二个 他找方向是回身定位 可是也许因为他身体出状况 也许因为海里的地形有些绕射 或什么影响他的回身定位的这个系统 他就迷路了 那第三个就跟这有关咯 我们常常解剖 有时候在耳朵 耳朵位置各位 各位看我解剖的地方 耳腔很大的 有时候一解剖 那个空腔一挖出一团面线出来 当然不是面线 一条小的像蛔虫一样的线虫 Anisotis 圆形虫 寄生虫很多 而这寄生虫太多多到什么量呢? 其实野生动物全都有寄生虫 这是正常的 知道什么量呢? 也许有一些阶桶太多了 又垮他脑袋里面 就让他的脑袋不清楚了 所以不清楚 又在那个社群论 有的时候集体搁浅这些动物 像抹香精、饼航精、胃虎精 尤其是抹香精跟饼航精特别多 群体搁浅 抹香精跟饼航精的社会结构 有什么特色啊? 同学们还记记得 他们有什么特色? 群体结构怎么样? 算是比较紧密的 有没有? 虎肌是最有家庭观念的 后来像抹香精、饼航精 都是群体生活的 那群体生活的时候 虽然现在还搞不清楚 有没有领导者 可是这群一起出去出游打猎 只有领导者一直游 一直游 开始走错了 脑袋里面有寄生虫 我干嘛想不开了 走错方向 他就跟你去了 所以我常常说这句话 马上又要选举了 对不对? 神圣的一票 要随便带我去搁浅 色识论 色识论有时候说 追着这吃的东西 那个潮水、脏潮、退潮 那有些深海的种类 一下都在深海 还有一天走到一样不熟悉 肚子饿 都追着鱼群 一直追追追追追追 突然那个地方是一个潮间带很长的地方 潮间带很长的地方 意思是说 到他退潮、低潮跟最高潮的距离很远 台湾什么地方是像这样? 花莲吗? 宜蘭、海北、屏东 差不多台中、新竹那个地方 老师以前年轻的时候当助教代学 就负责代学的实习 去后被采集 我都很紧张 每天都要算潮水 因为到新竹 新竹那个湘埋满个潮间 那下面都是很多的 有没有蛤蟆很多 鸿蛤蟆啊 养蛤蟆还有颗粒啊 还有里面还有很多沙钱 我记得带学去采集 所以我就要算好低潮 因为当水开始涨的时候 我就要趕快吹学生 像牧羊群羊羊羊 趕快改学生 趕快改后上来 因为从那里走到这里 一公里以上 有时候两公里 那潮水一上很快 在这个沙滩上很难走 走得很慢 所以用这个来想象一下 鸡群在那边吃东西 突然朝着推下去了 太浅了 他游不动我就搁浅了 追不论也差不多追东西吃追追 后面也有人才能 可能跟污染有关啊 自然的毒素啊 或气候啊 台风啊 海啸啊 地形 某些地形 会让他的这个磁场 才是一个绕色的地磁 他的脑袋里面 会有磁场的系统了解这个 诶磁场南跟北 甚至随着季节 随着时间 会调整的 这是要找方向的力气 所以有时候也不准啊 偏歪的时候 或者人类伤害 身上受伤被我们缠到 就不准一个钱了 好 那我们人类为什么要处理呢? 刚刚放了影片 当然可以 我们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很理性的 它是我们海洋的监测 监测指标 当然要把它处理一下 了解一下海洋的状况 那如果你在扩大一下你的心胸呢 也许你体验到 活体动物的福利 也就是说 他死亡了 我们要去照顾他 或者是活的时候 还搁浅 那么他如果死亡 他在沙山上 你不管他就臭了 也有细菌呢 就一直一直增生 到处乱跑乱飞 所以我要处理一下 增加公共卫生 可以科学研究 直接测我刚刚讲的 提高大众教育也是可以 最后可以活的就活了 还可以展示 所以目前台湾有这么丰富的种多样性 台湾一共有几种啊 同学们 30种左右 不错嘛 前面这一排很认真 你看 30种左右 那会搁浅的有几种 试试看 曾经有搁浅记录的 高达20几 20几 想想看20几 如果我们都来救他 然后在台湾的選出馆 有20几种展示 不是看来过瘾吗 我在做梦 这是我很多年的梦想 现在梦已经快破了 来 换你们交报 好 那台湾处精神割险的这个处理的发展史 我们来看看 早期呢 90到93年 也有海洋世界的陈医师 陈德行这样热心 要受盈役 所以哪里有割险要跑去啊 有些维大兵啊打针啊这样 当然他们的时候 他们有希望收集海豚活的 所以跟台湾的四周海边的人 关系都很好 94年呢首先台大老师就是很简单的 只想说动物系要收标本 这个标本不得去打力把他抓回来 只能慢慢的等上帝掉下来礼物 赶快去领 对不对 是这样子的心情 后来一做的发现到这个事情很大 这个很严重 所以需要很多人帮忙 后来我就成立了中华精神协会 然后扩到各单位 这是第一次 宝展宜兰的蜜月湾 整个蜜月湾好像去度蜜月 不过那是冬天一月份 每个人穿着雨衣 你如果有经验一月份冬天到海边下着小雨 你那可以想像到什么感觉 这一支是什么动物啊 欸不错嘛 又是前面 后面的怎么回事啊 啊 哎呀 原来前面看得比较清楚啊 哎 卫虎精 你看到多大 大概五公尺多 这个胸臍呢 像鸡腿的有没有 弯的 全身黑溜溜的 头像里面像鱼雷一样 卫虎精 好 处理了那94年呢 是我第一支 回来之后 看得那么大 当时我带了什么工具去呢 是带了我们上位生物学的标准配备 各位上位生物学有没有解破 解破过 没有 要解破大一动物学普通实验 高中生物也有做 那千万跳跳跳 拿个针在他头上扎一个位置 有没有 转一下就不会动 有没有一直干过啊 然后解破道具 还记得吗 跟小盒子 对不对 小盒子小刀片 还有一个饼 有没有 孩子换那个小刀片 我们就拿那样去解破这一支 也很厉害吧 好 就一直换刀片 那边很立即这样 把它给湿解了 然后一块一块 搬上路上带回来 OK 所以第一年呢 我们船队就在学习说了 这解破用这个小刀 要换到多大 又一直买刀子 小刀换大刀 中刀 中刀换大刀 有一次解破磨香精 哇 怎么用跳刀都刺不进去 到后来我们就找日本人 日本学者 有时候我就拜托他说 你可不可以帮我买 买一些刀子 我来开会 然后我就说 我们上次解破磨香精 我一讲磨香精 他就露出了诡异的笑容 所以我还知道磨香精 那个皮有够厚的 很难切 要很厉害的刀子 有一次还磨刀石 在旁边磨 所以第一年 主要工作的练义怎么解破 还好第一年都死亡搁浅 95年第二年 我刚好那时候生小孩 生完了 暑假生小孩做叶子 就发生了一件事 新竹呢 有12只造出了海豚搁浅 当时路德是他们随便路德 所以一直都很可爱 同时我就认识了中华搜救总队 有没有人听过这个民间组织 听过了几首 这一位 两位 你喜欢爬山是吧 这很重要 万一各位有一位爬山迷失干嘛 请人帮忙的时候 中华搜救总队很重要的 他们是民间的NGO 就能帮忙救很多山难 什么难他们都去帮忙 上次那个911大地震 他们也很多的弟兄都去帮忙 另外很多是 我都不懂什么叫脚头 后来也是总队长 我们去办一件事 反正中间有一些被官方的人 这个拿窍官了 那些人就很生气啊 对 然后我就想说应该 遵从人家规定啊 填单子慢慢一步步来 他就非常非常生气看那个脸 然后后来我就没有讲什么事情 就过后之后总队讲 跟我说 你知道吗 他们很生气他们都是脚头欸 有什么脚头啊 不懂啊 脚头 他哪个叫脚头 现在大家看梦嘎都还知道了 对 总之那些也很可爱 他总队长一张命令 一身命令下来 就说这是什么好事应该做 虽然总队长他们也从来 没有上过老师的课 也不知道这动物什么要保育 要爱他 他们这种一些国家形象很好 是走上国际级的 应该做 全部就来做 然后都非常每次一倒一掉 都非常穿制服很整齐 一身命令下 一身令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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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动作 一个令下 一个命令他们做一些事情 真的是到学里去都蛮危险的 所以老师蛮感恩他们的想法者 总之95年那只搁浅 在新竹我还不认识 当地的一些弟兄就自动自发去 救了十二只造池海豚 事后我去访问的时候 他们告诉我们 他们有个组织叫中华社交总队 所以我就拜访总部在桃园 当时见到总队长年龄跟老师差不多 他就说这是一个好事 应该来帮忙加入 所以他答应加入 所以说从那里开始 就一个雏刑96年 那我觉得不够 所以老师当时又拜访了很多 两海的单位 比如国家封顶区外力处 肯定国家公园 还有各地方沿岸的警察局那里 当时还没有海巡署 都是警察在管海边 所以老师去年到处拜客头 所以成立了一个这个 这个我是学外国 外国像美国他们就有个 American Marine Mammal Stranding Network 在欧洲有一个 Indo-ropean Marine Mammal Stranding Network 所以我就把它改成台湾 然后台湾没有其他Marine Mammal 只有海豚、鲸豚 所以这样写了 写了之后呢 中文呢 那时候的氛围啊 政治氛围所有都要写中华 所以中文就写中华 中华今天写外就注册了 可是在国际上开会的时候 你讲Chinese 那搞不清楚啊 对不对 我们是台湾啊 所以我们是台湾 所以后来不管它蓝跟绿 凡的都有了 也不用改了 好 那么这是我后来呢 在做了几年之后 我就发现到说 当有活体搁浅 或者是很多只集体搁浅的时候 不得了啊 这不是老师一个人 我一条也搬不动 我带了几个学生 最终搬个一小条 还可以 baby 大条都搬不动怎么办呢 真的要大家来工作啊 所以就成立了中华精神协会 希望能够联络 国内所有的 有兴趣的朋友们 大家一起来做这个事 那下面呢 这个组织网呢 是 重点是在各个单位 各个单位 就是我们分了好几组 每一组下面都有一二十个单位 我就不列了 就是你是一个单位 大家来义务性的做这件事情 并不像中有很绵密的组织 那么各位可以看到 前面呢 主要的统筹协调 是中华精神协会 从台大移到中华精神协位 那毕竟这是一个NGO 当你规模做大的时候呢 还是有些单位觉得 嗯 不太服气啊 或什么的 那后来呢 在08年 同时这个工作也开始 引起中央政府的重视 所以呢 他们就下达命令 中央政府呢 就希望各个县市政府 来主导这件事情 所以这两年开始尝试 由各个县政府来主导 然后呢 中华精神协会帮忙协助 那其他的协助单位 譬如海巡署成立 还有搜救总队 在这里 下面分子都组 每组都有很多的单位 所以稍微改变 改变一下 对大差别 同学们要不要想一想 或者待会讨论课 助教们可以提醒同学 去比较一下 想一想 会有什么差别 主要单位都很像 但是呢 组织组这样改的时候呢 会有什么后续的效益 各位看一下 当初是这样子 中华精神协会 这个下面有一个总干事 就负责所有的联系 也有人通报 他就跟着联络 相关的人去到现场 那现在就变成这样子 所以 会有什么差别呢 同学们上一想 好 接下来 经过这么多年 就典型台湾的搁浅 到底怎么样呢 搁浅也不是每一件事情 都是有危机 有时候正常生老病死 人会 动物大家都会的 所以我们就开始搜集 刚开始也搞不清楚 反正90年 纯德勤老师的医生 有一些资料有三年 后来我们就开始搜集 开始建议 那么这么多年 有27种搁浅 大部分都海敦科 其他的也有 小抹香精科也蛮多的 抹香精也有一些虚精科 还有蜀海屯 汇精也蛮多的 好 我们看看年代 1994一直到2007 这个蓝色是次数 黄色是枝数 看过来 请问为什么 黄的跟蓝的会不一样 集体搁浅说得好 所以那年有集体搁浅 就可以知道 好 先我们看蓝色的次数 刚开始大家不知道 不会通报 慢慢慢慢大家的新闻很热了 老师有一阵子 非常非常人气很旺 我在美国的学生就说 欸老师你来了 哇你人气很旺 我说你怎么知道 简单啊 把你的人一打进去 就知道你的新闻一打 我就说哇好可怕 对啊 所以那时候应该去选什么东西 一定上了 好 那个 可是看到这样上来之后 开始下去上来下去 我们做生态学这样 就你喜欢看到这样 有上有下 像你在讲说温度上升 那像这样 其实自然的cycle就没关系 如果不自然 是比较特别 那就要注意了 一样我们搁浅 上去下来 上去下来 OK 那你可以知道平均一年大概几次 蓝色的 这样画过去 差不多多少 40次 一年有51周 有40次搁浅 所以平均每个月0.8 对不对 不是每个月 每个月 每个月 一个礼拜有0.8只搁浅 对不对 一个礼拜有0.8只搁浅 那就是它是蛮频繁的 好 这是月份 1月到12月 好 大家看一下 1月到12月 哪个月可以休息啊 没有 嘿 每个月都会搁浅 其中 黄色蓝色差异最大的 在什么时候 在2月 3月 4月也有一点 还有一个秋天9月 所以呢 以前我们很多2月 集体搁浅 好最近台湾今年是在4月 今年在4月 好 那么 这两年我们也建立了一个网站 网站 就是金屯搁浅资料库 TCSM 台湾Cellation Stranding Network 所有县市政府 还有相关的重要的参与的团队 都有这个号码 这个密码 打进去之以后 资料均值输入 就自动会建立出这个 所以越做越好了 这是我们早期搁浅 这一支 这一支外印象很深 1994年圣诞节 在台中科普馆的停车场 这边解剖 这支是小虚金 解剖的时候 好多人来围观 不久就大家抱怨 一解剖呢 这个特别的味道到处都在飘 所以科普馆的人 看到我们的金奶 看到我们金电梯每天都散得远远的 没有用墙 对不对 然后当我在解剖那一支的时候 哇 那个肉这样一切下去 哇 一硬刀而解 平常我们解剖海豚 像某厢 刚刚跳起来刺下去 海豚肉就是一般这样 这样一两句还可以 做久了也是蛮美的 这一支他轻轻一搁下去 那肉这样很嫩的样子 而且里面的肉 不是那么深红色 是比较淡色的 有白灰白花白花的 就是就讲松板牛肉 有点像那样 难怪日本人很爱吃 切一片薄薄的 你去日本 如果人家招待你吃金鱼肉 两片薄薄在那边 就是非常高级 非常贵的 当我们解剖了半天 最后弄完了 骨骼要好了 三口都弄好了 一塔对剩的肉 又好像要花钱 那再早就是烧掉 后来碰到朋友在美国 他常常去日本 他说哇 在日本一支小曲金 一百万 好想 哇 我们把一百万就这样干掉 就丢了 然后研究机妹又很可怜很穷 所以那心里真的很矛盾 所以让你了解到 难怪有些人 那些渔民 要走私 要赚这个钱 就可以稍微体验到 当你诱惑的时候 你会脑筋跟他赚一下 我很诚实 那因为我还是没干就是了 就是烧掉了 还花了 花了几万块 把他给烧掉 这支是谁啊 猜得到吗 很棒 相机 怎么看呢 嘴巴就下位 头很奇怪 这样像个船一样 很像个大舰艇 到前面这样尖的 有没有 这样尖的 这样下来 头这样很大的头 就是在台中港外面 看到风和日礼文的助理区啊 回来跟我说 老师以后我们出去解剖呢 都应该每个人配一个钢盔 我说干嘛 钢盔 风沙很大 回来以后所有相机 全部都进修保养 其实进场保养 那个脸也吹得不像话 所以他们说要带个钢盔 这是一支汇金 汇金类 你看身上很多的那个 那个疤 就是 不知道什么样的 还有眼睛 什么样松咬它 每次咬到它 一会儿就会留下一个痕迹 这支是非常大的 底长13公尺的布氏金 看到一条条 这个头腹折 有没有 就是金须 这两位就是中华射手 准备弟兄 看着这没什么 现场很大 这个是潮水 赵潮的时候 鱼民把它拖进来 这边是蹄 我们就在那只上面 那最后就考验说 这怎么弄上来呢 这一支啊 几十个在那边 你要拿怪手抓 你不可能有那么大的 这样抓 所以你要一个绳子 泡过他的身体 这样掉上来 所以这两位弟兄呢 爬上去又滑下来 爬上去又滑下来 就跟抢菇一样 因为他全身都油油油的 很滑 然后又有一些味道 爬上 好不容易呢 用一些技巧 他们把绳子套上去了 慢慢的移动 最后就掉起来了 后来他说 洗澡的时候倒肥皂粉 拼命往身上倒了 其实几遍 所以我真的很谢谢他们 有了经验以后 后来这一支更大 17公尺 是目前台湾搁浅最大的一支 在04年也是快要过年的时候 哇 这支真的是 过来的时候 我们要吊车 把神弄过去 第一次一吊 吊上来 不行不行 会摔热 赶快放下去 赶快又打电话 等等第二个吊车也过来 我们曾经在早期的时候 一掉 没掉好 腹脱不住 嘣就摔下来 第二天就会上爆 被屁 请尊重生命 物作二度伤害 真的很困难 这种工作大家都没经验 我们只一边做 一边媒体在拍 接受检验 那这支一个吊灌手 这一个是40吨重量 可以吊40吨 这样两个夹起来有80了 所以这支起码都在40到80吨之间 所以就非常非常重 然后发生了一些事 在运送的过程 已经弄了一整天 到了半夜才把它装好 你看这支多大 尾巴还有一大截 吊出这个卡车板车之外 就开始走了 结果经过了台南市中心 就发生一件事 哎呦 就是要这一张 就上了Nature的这个小小的简报 就秘书长打电话给我的时候 一早打电话来 那一天一早就说 哇 某香精哥钱啊 我一把他在拍 我说哎呀糟了糟了 这个怎么办 还在活的 我们要旧的话 要复健 这么大不可能养 心里在那边想 还在那边伤脑筋怎么办 隔了几个钟头 我会打电话 哦 死了死了死了 我说啊 死了好 阿弥陀佛 哇 这老师真是很糟糕 可是我想死了起嘛 我想不用想养阿的事情 好吧 那就想办法 就弄回来 然后不要解剖 就不要本 啊 成大的王教授 喜欢做大的 好 大的给他 我个子小的 比较小的就好 大了 就要交给他了 就要终于联络 好 又去了 啊 没想到那么半夜以后 到了这边报了 我才认真这样的讲 当初的通报 不是说早上是活的吗 如果早上是活的 晚上怎么会报呢 就通报是这样的重要 原来早上那个尾巴在动 是浪在拍的时候 尾巴在那边拍啊 所以说通报的人 也是搞不清楚 如果知道他已经死了 而且当场有看到 死了几天的时候 只要动物死掉的时候 肚子里面都会产生一些什么 气体 朝气之类的 所以在运送的时候 如果第一次 如果运送的过程中 当然最好 随便运送的过程中 肚子就好 开一个洞 然后让气先跑一下 就不会这么撞 我也好 这一报呢 律师长跟我 跌落的时候 我说 哇糟了糟了 不过后来转念一想 把往好的方向想 诶 当然全过新闻 我说不搁浅做了那么多 你越做没新闻 现在也有学过新闻 一定是要教育 没有想到变成国际新闻 所以我到国际上开会的时候 人家都知道说 啊 你们台湾有一只火箱鸡 哇 肚子爆了 而且爆了 我一直正好在 身先超市的门口 对对对对 那是我的团队 还要努力还要改进 所以人生有的时候 太完美太好了 就没有人爆 有点特别的状况 还可以有点新闻 让人知道 不过内航人 如果你干过这些事情 你就知道他是非常困难的 这就是陈大的王教授 当他报我那一刻的时候 在现场我听我的学生说 大家都百音都快点都绿了 结果他就把他说 赶快把我这个 现在的宝贝的肠子全部剪回来 所以我们的团队常常有些奇怪的人 解脱 那很多志工也不怕臭 你能戴口罩去帮 起码做了一两个月 解脱就是他的头肤的这个油 有没有 皇上金金老柔 你们讲过这些 他们就做 好 解剖完现在这个谷歌 展示在台江 那边有一个精神博物馆 都有兴趣可以去看 好 那么这么多年一直做一直做 当然这些资料要分析一下 所以花了十年的资料 已经看到这十年 我有一个学生 说是论文 就来分析 他的一些相关性 想要知道呢 搁浅的气候有关呢 跟时间有没有 跟地理变化有没有关系 跟地理变化有没有关系 这台湾 把台湾的地形分了十一段 然后再看进攻季节 台风的来的集团等等 很辛苦 DETA弄过半天 叫做半天就有显著性 相关性呢 是Not significant 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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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流都比较力 诶 这样能比较吗 最后一个 跟海岸地形 这跟海岸地形有关 所以说 我们把海岸地形分了几块 譬如北台湾 我们发现最长搁浅就是这个地方 台北线跟宜兰线这一角落 其次呢 陶祖苗这边 那最后 也还有这个台南这个地方 最少搁浅就这两边 还有树花 当然树花洞来很难遂搁浅 分了好几个地方 这简单的 把这冬天的跟夏天的 各位看一下 冬天的分布路上 设计设计 夏天的 把台湾切 切这个番薯切一半 这样切过去以后 来比较一下 你告诉我 北台湾的冬天 夏天差异大不大呀 差异不大 表示你都很忙碌的 南台湾的冬天跟夏天呢 很明显差异 对不对 尤其是注意看 台南跟澎湖这地方 在座有台南人举手 哇不错吧 赛可 难怪你机晨很好一直看 澎湖人 没有澎湖人 澎湖是我们这边课的主角 中间澎湖人 这个地方很特别 它的黑水都在这里 你看这边的河写主要是冬天 所以冬天呢 澎湖这个地方 很多海豚就回游过来 这是他们重要的时刻 所以古时候已经抓海豚都在冬天 台南这个地方就最近几年呢 差不多过去十几年的冬天的集体搁浅 蛮有名的 那要不然就没事 要不然就一搁浅就很多匹 集体搁浅 我们看一下 集体搁浅呢 就是两支以上 有时候两支还要检查一下 有时候妈妈带小孩就不算 就不算集体搁浅 那么两支以上呢 占个5个percent 5个percent 台湾的集体搁浅占5个percent 通常集体搁浅上来呢 这个看起来都很健康 皮肤都很好很新鲜的 好 这个07年在巴黎台北港 搁浅 热带丹海灯 几十支 等于我的助理说 我那年刚好又在外国 当初看到只有100支 左右在海上那边回忆 我们转软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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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太正常 那后来就搁浅了 就是话说各种对比 在两方说 待人又不在 还有待人亲自去救 嘴巴贴其后的白口 我们看到他们 就看到刚开始看到白支在那边游 然后21号就可以进来了 进来了就二十几支 那九支死掉 十几支就渗回去了 第二天又来了 第三天又来了 第四天在附近林口苗栗 所以说 真好出了一些状况 我觉得那时候北边 应该是有一些害敌的事情 这一年2005年的冬天 小土鸡也是集体搁浅 第一天八二支 第二天更多支一堆少奶 那么2005年刚刚电视上有提到 2005年的暑假一个半月 发生了23件搁浅 各位同学 我刚刚说平均台湾一年几次 40不错吧 没有全睡着 那是一个多月就23 你说呢 是不是很奇怪 好 一接到电话就是这个地方炸了 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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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号 20号 21 22 23 23号就接到速通电话 24 27 所以我们实验室 接电话就要熟了 不敢接 然后接了一批而去的 人家又一天到这 然后第三个电话 没人去了电视 如果负责这个工作的中华竞争协会 到现在都没有看到任何人来 然后我们就在那 突然变在负责全国 所以那时候开始检讨 哪一个NGO 每年拿政府基金 计算了一百多万 雇一个专任助理 剩下都志工 实在没有能力管全国 所以但是满骄傲 就是说起码大家很重视 就专业程度 当然老师也是在里面 当创委理事长跟理事长 然后带你一堆可爱的志工 一直拼命做 所以我们就这样子一直下去 做完之后 忙完之后 奇怪喔 忙完之后就开始检讨花 对不对 做科技家就喜欢这样 然后就可以检查 这些歌曲的动物是谁 就很多是Cogia Simons Cogia Grammarcipes 都是Cogia Cogia Cogia 一大堆 很多Cogia 九次科是Cogia 那我在想过去我们十年来是什么样 这叫助理查 从97年一直到04年 过去七八年 到底有几支呢 所以看一下 在过去平均一个月 只有不到一次 零点八次 而在这一个半月这一年 就九次 就是九次 平均九次 所以可以看到将近十倍 那另外一种呢 就是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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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割检的人 还有一种就是慧金 对不起喔 就是以前有九次割检 九次 平均一个月 零点八二次 那么 然后这个今年 我们来修一下 这是2005年 这一年 2005年呢 割检了十四次 割检率是七 所以七除以这个 差不多将近十次 就十倍了 其次另外一个种类很重要 就慧金 慧金一般是很少见的 暑假也很少割检 在过去呢 过去呢 过去呢 是平均下一个月是0.26次 那这个月除下来是 一个月是两次 所以也是十倍 然后兽医呢 也要解剖 刚上来的解剖 就发现到他内脏上面呢 哇 很多很多的气泡 就发现到了 哇 这个气泡啊 为什么会有气泡 潜水敷病 有没有听过 可能上升非常快 诶 又回来了 他是脑筋锈的 为什么在海底里面 住了几千万年 五千万年 这个演化过来 为什么还突然这样冲上来 是正常吗 是自然吗 应该不是 所以最后答案 我们会去找 这个应该是异常隔渐 气泡很多海中急速的上升 那为什么要急速上升呢 哇 这又是难倒我们 所以到处去找 到处去找一些资料 比如说附近有没有海啸 没有 那个时候有两个台风 对那个时间也对得不是很好 所以台风也没什么关系 海啸也没关系 后面有没有毒藻也没关系 那么半天只剩下最后一个资料 那我们不知道的 军事机密 海底的 是不是潜水体的 凡潜艇声纳 两个人在那边 武器竞赛的时候 可能做了一些事情 我不知道 所以老师有时候 会多想一想 回头想想 请问各位 虽然台湾过去 都没有人在研究鲸吞 那也没有好好的像老师 现在这么撒在记录 可是如果有 一二十支 很多支歌请的时候 请问各位 新闻后的报 总不会完全忽视吧 当你有几十支的时候 那于是你就回去查 过去台湾有很多支上岸的时候 只有一次记录 在1990年以前只有一次 其他都没有 所以可见以前是很稀少的 从90年老师跳出来之后 就从95年开始 集体搁浅就不少 那如果你要对政治 最近我们的Dings都很敏感 就看一看 两岸的关系 在做不断 我们是读政治系的 有没有举手 有啊 有啊 那你就帮老师擦擦看 两岸关系的紧张 是不是从95年开始 这是我的hypothesis 然后哪一年 有特别关系的紧张 像那个李登辉说了一些话 哇 对岸就疯疯疯疯 他炸弹就下去 有的时候现在就比较好一点 但是表面的好跟实质上 有没有什么一些军事可能性 那我们可以做一些association 然后这是有趣的 好玩的一些思考 好 我今天讲的多了一点 让你们休息五分钟 好不好 接下来很重要哦 对我没有期末考 有时候期末考都会考这个 当遇见精神的时候该怎么办 第一个通报很简单 打电话 打电话 那打电话呢 你要是不知道 当地县市政府警察局可以 海巡署有一个毛鱼 118 海边的 陆地上的紧急是119 那海边的事情呢 记得打118不是119 所以最近有个什么坑仇海豚 白海豚的任骨 有没有注意到 那在119 所以有时候我开外海巡署的副署长 就说周教授 你可不可以跟他们说 我应该打电话 那你不是118不是119啊 我就一直笑 OK 那中华精神协会之第二话 就当初我创的 我创的就是特别 特别拜托那个中华电信的局长 去选号码 选了半天前面已经不太能动了 后面呢 也是只剩几个号码 最后只联想选了这个 这个呢 要换个上海话来念 对不对 我想救救金锦 我想救救金锦 来我们讲救救金锦 记得了没有 0928-539977 OK 如果在现场 你没有离开的话 打个电话呢 要讲清楚地点 在现场立一个封锁 以前很多游客都要去看 屏幕动物状况 这个可以专家来做 通报专家 那你也可以看怎么做 最重要是有个三要四步 我们创的一个口诀 三要四步 通报呢要知道 有大的小的 像大的叫怪手 吊车 有几只 周要派多少人 死的活的 就像那个抹香剂 没讲清楚 哇害我们出了出糗了 对不对 死的活的 地点在哪里要讲清楚 现在大家都有手机 要赶快拍照电传 我们就知道什么种类 尤其现在要做了十几年 标本越来越多 实在是装不下了 所以有一些比较常见的种类 可能就没有办法带回来了 现场出采样之后 就必须要掩埋 好 确定有个死的活的很简单 看他们呼吸 看他眼睛有没有 轻轻摸一下 眼睛就要反应 就是呼吸呢 要有点耐心 对象老师常常急性质 OK 看一眼都很 没有呼吸 死了 他呼吸很慢的 一分钟呼吸只有几次而已 三次五次 所以呢 哦 让我吹口哨 鼓励一下 一分钟 他呼吸很慢的 来 我们看看 一分钟怎么样 一到三次 哦 所以你要这边看一分钟 学习不要 只看了三秒钟 就说死了 OK 心跳大概在胸臍的左 后方这边摸一下 那每分钟跳五十到九十次 你看眼睛 眼睛有没有反应 这些资料呢 可以提供在你通报的时候 告诉 告诉这个联络的单位 他就转给兽医 这活体 三药四过这很重要的重点 三药第一个要扶症 所以各位看影片 然后刚开始大家都不知道 还是斜躺着 甚至于前面那个 没有没有路的都还这样推啊 还要拉他的胸臍啊 拉扯这些 那是不要做的 三件要做的事 四件不要做的事 要保湿 浇水 要记录呼吸 音调 四步呢四件不要 第一个不要风吹日晒 他也会中暑的 很容易中暑的 在水里都是遮着 晒到太阳 那个不要拉扯 翻滚精臀身体 这个人常常干 要搬的时候 那圆孤孤怎么搬呢 哇胸臍吐晒 两根固子正好就开始拖 拖到后来 腕椅就回去了 这边拖臼了 肩膀拖臼了 到了水里也没办法游了 所以不能这样拖 有些说圆的好了 滚的好了 结果就有一只case 滚回去了 结果隔了半天多 又上来又死掉了 我们就被通报去 把他带来解脱 就发现他肋口断了11根 他是很重的 但我们不要看他那个size 这样很重的 然后不要站在头尾 刚刚有看到尾部 或者又很紧张 在那边拍的时候 都很有力量 很容易把你打伤 最后一件事 什么 不要喧哗 他听不懂我们讲话 那他的耳朵又非常好 你在那叽叽叽呱呱 他可能就很紧张 所以可以看到这个三要四部 那碰到的时候 那火体在那边带步 轻轻柔柔的跟他讲 轻轻的碰他都知道的 火体搁浅附件 我们来看一下 97年我们团队开始第一条 在澎湖水浦馆附件两天 一只也是瑞士海豚 两天就过去了 不能哭不能难过 赶快解脱 发现他胃里面三分之二塞了塑胶带 所以我们就常常想海洋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里面到底有写出什么东西呢 这些海洋的生物居然会把它吞进去 那么台湾搁浅的类型 台湾应该很特别的是 活体比例特别高 注意台湾的搁浅活体占到一半 四十几%到五十几% 我们都是会飘动一下 总之将近四成到五成 那活的怎么办呢 不如像鱼一样丢回水里 他不是靠塞呼吸 他是靠背呼吸 如果他在水里面 没有办法这样油的浮上来的话 他就会注定会淹死跟溺壁 跟我们一样 那么97年 我们就开始想办法 来做一些活体的附件 没有迟值的地方 就用这种活动的 你可以站着走 要用的时候撑开来 直径大概七公尺 水深大概到你的胸部 这种只能做暂时的几个礼带的 很简陋 这些人员几乎都是志工 这个经费就只能用一个永久的助理 专门的助理 好 那么一直到 记录到04年 这些是我们尝试附件的case 每天做的三只 最后做到十只 很不容易 到04年呢 我们有四次野放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次野放 阿通博 大家刚刚看到了 那时候老师以后比较多 所以我就会教导 我们的志工 为大家称呼沟通方便 所以命名呢 如果都用号码 No.16 两天我回头就忘了到底几号 对不对 所以我就想命名呢 要表现他在哪里搁浅 这一支是在通宵搁浅 除了地点之外 最好表现他是男生女生 他是老的少的 所以这一支 请问各位他是男生女生 上面又有答案 那他是老的少的 阿伯嘛 对不对 所以看他头上 这个很白很多的伤痕 很多刮痕 他跟那个同侪之间 他经常为了争风吃醋 搞不好就咬来咬去 头都很白 所以越白的人可能就越老 所以大家刚看到影片了 那么我们第三次野放呢 就是他冷冻落叶苗栗一号 还挂了一个Lucky Seven的耳标 就好像耳环一样 那么两个礼拜之后呢 在冲神的渔林发现了 日本人虽然没有保护法 随时抓到都可以上来吃的 但他看到这一支身上很特别 所以他们日本人很尊重这些学者研究 就赶快通报 打电话问他们的这个学术界 学术界通报到他们的领导 技能师Kato Dr.Kato是在远洋部、资源部 他就写E-mail 给发E-mail给全世界的学者说 你们谁 我们这边发现一支很奇怪的海盾友 Mark 请问是谁的 香港的学者又写信发出来 我就看到说是我的是我的 这样就完成一次国民外交 你们看是不是 那时候没有钱 没有钱做人造卫星 那么今年我们台湾终于突破 完成了人造卫星的最终好第一支 这是第二支 雄庆的造诗海藤 各自年纪轻 年纪轻 他的这个特别常看到没有 不是这样圆圆的这样突出下来 是这样很smooth的缓的下来 他头的形状 他基本上圆圆看起来平平很像 但是就是他的头是一个缓坡形 像一个圆锥形的下来 而平平海就这样圆圆的突下来 这样出去 OK 那么它很皮喔 这个在水池里面很爱玩球 然后爱到那个冲水的 像以前Kick away 那个冲水这样到 喜欢到那个水管里面 就在这边 这边 Spot 很舒服 这第三支我们也放了 就是一支Spotted Dolphin 你可以看到每一支都不一样种类 这在台湾的金屯腹肩充满了挑战 准备不同 年龄不同 有老的、少的 还有怀孕的 你就知道人类的营养 老的、少的 像我吃东西跟你们都一样 看你吃的好鲜 牛排 我都不太敢吃了 对不对 所以吃东西不一样 医疗也不一样 所以很挑战 那这一支呢 我们就请了Florida的Randy Wells 非常有名 做人造卫星 他那一年来了 借我们一个东西 但是要放的前天坏了 这个前天没有拜拜 坏掉我就舍不得那个20万 所以我就说好 要舍下来 所以我们就没有装 事实上我这里写了一句话 其实野放呢 负责任的野放 是一定应该要标志追踪的 你才知道说你救了他放回去 他到哪里去了 过得好不好 我是觉得我们人类 其实如果最想要做到这一步 最想要做到这一步 但是也有一些单位呢 很害怕野放以后 知道他必须死了会很难过 而且不敢做标志 那今年我们终于有一只 台湾在这个南部 王教授那边 他我们做了一个野放 那么主要的帮忙 就是我以前的研究生 刚刚杨伟辰兽医 他帮忙站个Randy Wells来 他是学了这一套技术 所以他帮忙做成功的一个野放 好 最后简单再介绍一个 迷路 海盾会迷路吗? 除了迷到海边之外 还有一些真奇怪 会到淡水河 台北市 从来没想到老师 跟台北市会有关系 那一年呢 04年的冬天 也就是二月份呢 我们有一些朋友呢 就在情人桥 那边在重阳节下面 在那边谈情说话 也会开玩笑 就突然往桥下一看 奇怪 眼睛有没有看错 平常看太多搁浅了 真的有海豚在重阳桥下面 后来海豚就一直往里面游 到这个台北市中心来了 所以说我们就开始一件事情 可以看这边 一只过来一只过来 大约20公里 也不蛮远的 过了一关 又一关一直这样上来 这造词海豚 这不用多讲了 你可以看他头子这样平的 这边是这样弯的 这是瓶皮海豚 这有个mallet 是比较明显圆突几的 那么可以看到台湾的桥 很多这些柱子 我在想他如果上来了 要回去打这个 Ecologus一打下去 在海底从来没有这些东西 他可能越上来越迷糊了 对不对 所以下不去了 可以看到忠孝桥 星光深夜 这也是海豚在这儿 然后到台北市很热 看看星光深夜的大楼 对不对 到底过得好不好呢 我们就有个大路妹 要蹬在那里 不是我的研究生 台上最厉害的 第一把交椅的余欣益同学 就戴着帽子拿着路 以及贴在那边路 在那边看 看那海豚的状况 每天呼吸的频率 活动状况 因为很挣扎 到这里不正常 到底人类要不要介入 这要观察一阵子 到必要时候再介入 不然希望他能够开窍自己游回去 但是我们一直观察 一直观察 他发现皮肤越来越不好 当时淡水河比现在糟太多了 现在淡水河已经在进步 在改进 活动减少 医治行为也减少 所以非做事不可 所以开了很多的会 有很多的议案 最后我们决定 就是刚好他游到这个地方 中间是个沙洲 如果海豚游得过来一点 就由台北市主岛 游得过去一点 就台北市主岛 真有意思 人类就这样画界线 海豚呢搞不清楚 他海大海 只要游得过去就游得过去 然后他们脑中的界线跟我们不一样 那后来发现他比较偏 这边这个很窄 所以我们这样制造这个甲割浅 就把他赶赶赶赶 赶到比较浅的地方 人家跳下去用网子把他围起来 我们就用双层网 这边一到 这边一到 这边在一个安全的网 船都摆好了这样 好 东宫开始 差一点丢掉 第一层网 他真的是钻过一层 后来又把他再围起来 很多的搜救总队 还有很多的潜水的教练 全部都来帮忙穿了潜水衣 在淡水河 不好闻 回来之后每个人洗澡 洗包多少遍 就了两只 当时有三只在那边 找到两只 他名字叫小淡小河小水 那时候很可爱吧 淡水河 小淡小河小水 大家注意看 这个野放的时候 这是什么 不是我们这么没有知识 是因为这种工作 台湾没有一个 一个专责的单位 从前来讲 那每一次的工作出现 都是很多单位 大家开会 你出什么 我出什么 我来帮忙 大家讲讲 过几天中间联系 可能有人不爽 即使出去那天 有滑板的人不高兴 就不拿出来了 所以就赶快随便抓到一个门板 就可以叮两个洞 身子一动就去了 所以可以看出 台湾还有些地方 可以进步的空间 当然最近又更好 那是很早以前的事 总之就野放 好 就登上报了 那野放那天 我又再回国开会 奇怪 我这餐餐饭要多好 好 不过我回来之后 秘书长跟我报告说 老师 我们那一天呢 发了四百个便当 我听了以后很高兴 我想应该很少人吃两个的 四百个便当 我就觉得参加这个活动的人 虽然我们也花不少钱 参加这活动的人 我觉得在他的神称的记忆里面 应该不会输给 站在凯达格兰达道那里 政治常常都是一时变来变去 你的价值观 但是 保育 还有生物的这些生态 就是 是永恒的 那花这么多钱呢 当然是很多船 其实台北县的渔民 哇 就来了每一艘船的要价 一天都八千块 一万块非常贵的 我们花了很多的船 大渔网 大家都来帮忙 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精力 跟钱来救它呢 那就可以列出一些 一个研究 教育保育 这种生物很不会生小孩 一直强调这一点 所以呢 少了一只 对它的族群影响是很大的 当然 瑞生海灯是常见种 常见种 常见种就还好 那还好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我们在过程中其实 第一个 收集研究资料 教育 这么多人参与 参与 像以前我们在复诫的时候 花 你看一只进来 每天都花钱上万的 两个月六十几天下来 花了一两百万 那很多人就说 周老师 你为什么要做这个 我的发表paper N等于1 你就知道 在理学院 N等于1的paper 根本没什么用 受医的还可以做case report OK 但是在做的过程中 曾经有志工就说 做的就是说 嗯 我对我阿嬷都没那么好 老师就觉得说 很纯德 让年轻人有个机会 去反省生命的意义 你跟女朋友 亲人之间的关系 所以我觉得 在教育上 是真的很有价值 很多年轻人 看来又都很感动 大家平常都生活舒适 宅男宅女慣了 到那里真的很辛苦 看夏天在那边喂蚊子 晒太阳 大家就帮助这一只动物 好 那保育就我刚讲 繁殖略技术是很重要的 最后就是看看我们台湾人 好 台湾人精神是什么 大家常常常讲 台湾岛也不大 现在面对对面 强大的势力 对不对 以后两边都会讲中文的出去以后 我们台湾人有什么特色 有什么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 比人家更进步的地方 有吗 是看不大家 好 相关研究 除了活的之外 死掉的动物 每一只都很珍贵 多烂多臭 我们的研究团队 都想办法把它带回来 然后我们跟老师合作的一起 买20个教授以上 每个人专业不同 专业不同 所以把这些珍贵上天送来的礼物 好好地珍惜它 珍惜它 做好各种研究 那 研究 这种工作 永远都有很多瓶颈 尤其在台北市 寸金寸土 空间不足 所以我常常有时候叹气 我要研究昆虫多好 这样一个盒子 我一个朋友研究蚂蚁很有名 哇 蚂蚁我就去看啊 它是一个书桌 一个桌子上面 就放了一堆蚂蚂 我们都弄得它的巢穴 它的生老壁子 全部在里面 都在里面了 对不对 那有些研究耳食的 以前我学的也是 他就收集鱼的耳朵 石头小小的 像一个桌子 或一个小柜子 哇 它是几百种几千种的都排好了 那么海豚呢 一只海豚 各位今天去看我研究室 两只海豚挂在天花板上 就快满了 所以空间真的很不容易 那么解破的场所更是难讲 臭得要命 每人都不喜欢我们 常常臭到人家抱怨 活体要复健更是不得了 那么还有这个人才毕业之后 去哪里上班 每次工作教育要能够推广出来 也是不容易 所以总之要成功的话呢 就常常决定软体跟硬体啦 软体就是人 硬体就是设备 那人的话就是要合作 大家都来自不同背景 怎么样沟通 有专业的有志工 常常有时候意见不合 就考虑我们大家的EQ 还有硬体 硬体大家知道 那钱也很重要 经费要长远远不断 不一定要很多钱 但是也不少 要整个远远不断 最后媒体的宣导 早期台湾进步这么快 要感谢很多的媒体常常报导 那现在信中 老实信中就挂着一个 长城的一个研究中心或附件站 本来我们有地了在宜兰 可是因为台大程序问题 每次开会都绕圈圈绕了半天 没有成可惜 那目前台湾那比较能够 就我们金屯的地方有两个 一个在台南 一个在屏东的海生馆 所以主要这两个地方 主要这两个地方了 那么大家一起工作的时候 你看什么人都有 所以各位如果想认识人身百态 或想要接触更多人的话 那欢迎加入这工作 你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收获 这个已经讲过了 写得比较完整一点 最好自写很多很多人 谢补完点点点点点 老师常常都忘记人 以后各位路上看到的时候 你都觉得老师还蛮有意思 跟老师打招呼说 老师我哪一年 写着什么课我很高兴 那平常真的是年纪大 快来越记不住人了 那总之我再放一次这个 注意看一下 这个是谁 中间的 小抹香技术的 他是最紧张型的之一的 我们曾经为了救他 在基隆要抓的时候 他也是迷路 然后也一直上来 紧张到就死掉了 上来的时候就shock死掉了 所以我还知道 所以我们的目标就是说 未来我们的技术 我们的团队 希望我们连他都能照顾得很好 就是我们的很高的目标 如果做得好 我相信应该可以代表 我们台湾的一些形象吧 OK 接下来还有一些影片